另外再带你看到花莲寿芳香私立台湾观光学院 在去年9月停招停办 那么校场捐赠给国立空中大学 而空大在今年1月宣布着手规划 预计将这个校地来转型创生产业园区 而在日前空大的校长则是拜会了花莲县府 那么期盼与县府合作 规划社区大学或是进行农业艺术村等相关合作 位在寿芳香的台湾观光学院 因小子化在去年9月停招停办 约14万平方公尺的校地 在国立空中大学先后前往参访 所提运用计划书获得学校董事会同意后 将校产捐给空大管理使用 空大在今年1月宣布着手规划 预计将校地转型创生产业园区 空大校长陈松博、副校长沈中原 日前到县府拜会县长徐正卫 农业处长陈淑文、文化局长吴敬毅等人 陈松博表示 空大预计将台湾校园规划为创生园区 朝向社区大学方向转型 有意与县府合作 提供校内空间使用或接受县府委托 办理社区妇女与劳工大学相关课程 提供在地民众就进进修或学习的场域 县府表示 未来将联合向文化部提出计划 于园区内建立艺术村 又花联市有机农业大县 或建立野菜大学推展有机农业课程 针对观光、提出规划旅游、研习、短期社交课程等 将统筹相关局处实体走访了解创生园区空间 合作办理相关活动与课程或花闲置空间 接着长邦彦联市报导